穩酌集中支撐性家 包裹上我们外料汁的肩带设计 让您年轻活泼拥有时尚品味 也在我们的艺术艇也拥有狭狭心机 在无缝泡棉照片里面 我们也添加了13颗的花饭式清粉水衬垫 并将您的胸部集中拨高修饰胸型 轻松展现对体美感 搭配我们的外衣完美如本 那我们是不是请乔乔先来到我们的舞台中央 我们先让乔乔 让我们所有的媒体大哥来稍微捕捉三秒钟的画面好吗 好来让我们先看一下正中央的摄影大哥 在今天真的非常的开心 我们有这么多的美丽大哥都一同参与我们 稍微三十美丽游吻的见面会 那当然呢在今天我们也邀请到乔乔特地利宁来到现场 那因为今天现场的媒体朋友非常的众多 我们现在最后大概两秒钟的时间 那如果没有捕捉到画面的美丽大哥 我们稍后还会有专门的拍照时间 我们是不是两位美丽的Dancer一同来到我们乔乔的身旁 好我们最后两秒钟的画面 让大家在今天都可以来猜我们稍微三十美丽游吻媒体见面会 一同来了解在今年度的夏天跟着我们女孩一起冒险旅行吧 那我们最后两秒钟的时间 真的不好意思因为今天在场的美丽朋友非常的众多 我们稍后还会有专门的拍照时间 那我们现在最后两秒钟 好我们最后一秒钟的时间 好可以吗 不好意思我们稍后一样会继续有拍照的时间 好我们最后一秒钟 看一张一圈前方的摄影大哥 好先谢谢来我们右边 右边最后一秒 好那我们真的不好意思 因为接下来呢我们要先谢谢我们两位美丽的Dancer 我们真的非常的开心邀请到乔乔 今天特地来到现场 我们是不是也给乔乔一支麦克风好吗 喂那我们先请乔乔跟大家打声招呼 哈喽大家好现场的贵宾还有媒体朋友 还有所有来逛街的朋友们 大家好我是真正乔乔乔 是很开心喔其实很多的朋友 应该都知道乔乔在今天来到我们 沙威三十美丽游吻的媒体见面会 同时也听说是第四次担任我们的沙威的代言人 连续四年在今天我们又正逢我们沙威的三十周年 先来问一下乔乔 您所认识的沙威是怎么样的想法呢 哇沙威三十岁生日快乐 是生日快乐 因为我代言了四年 所以我跟沙威真的有很深厚的缘分 没错 那一直以来呢 我对于女生的身体的保养 其实是很注重的 是 尤其是修行 不论是美丽或是健康 是 那我对于沙威的印象呢 一直都是非常的活泼 非常的多变 其实也就是很像我自己的个性 因为我很怕无聊 很怕无趣 所以我觉得能够在沙威当中 每个女孩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美 自己的自信 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 是 其实呢 我们刚刚巧巧有讲到一个重点 每个女孩子都会有自己喜爱的一个小小的梦想之类的 其实很简单 我们今天只要背着背包 背着相机 很想要马上说走就走 来一趟冒险的情侣 跟巧巧一样觉得无聊非常的开心 所以呢 在这一次呢 我们沙威也推出了六大的人气系列 真的让我们每一个女孩 都如同我们时尚的魔术师 也就是一般跟着我们的tap house store 一同打造我们的情情屋的感受 让我们色的女孩跟巧巧一样 都能够完全自己心中旅游的小小梦想 那因为在这一次我们也以旅游为主题的一个重点 所以这边想要问一下巧巧本身有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美丽有我的旅游经验呢 其实我还真的有过说走就走的旅行 而且还不止一次 是 那我觉得呢 每一次出国啊 就是很多人 因为他比较没有出国经验 可能就会手忙脚乱 是的 那我觉得不论是在妆容上啊 内衣上啊 皮肤的选择上 其实先准备好 都比较好 所以如果现在我出国旅行啊 看看我那一阵子的心情是什么 如果是比较浪漫的 我可能就带着可以露出粉红色肩带 快乐是简单 对对对 我可以透过这些小细节 小心机 对 来告诉大家就是 我最近想要呈现的风格是什么 哦 原来如此 那当然今天我们巧巧也在我们 八八十多的请进屋的前方 正前方刚好就由我们为大家展现的全新的商品 我们是不是请巧巧就直接坐在我们的椅子上 我们拍几张照片好不好 好 好 来麥克风我帮您 好 好 那当然呢 在今天我们巧巧也来到我们的请进屋的前方 我们现在呢 让瑞丽大哥先来捕捉一下我们正前面的先开始好了好不好 我们正前方的摄影大哥 先来捕捉一下我们的照片 好 那我们也看一下左前方的摄影大哥 真的非常的开心 真的非常的开心 在我们沙威的大衣人巧巧 现在也来到了 popped upaco 然后现在也来到了哈巴斯特的前方 好 硬桶来让大家美丽游泼稍微三十 好 我们是不是最后再开放大概三秒钟的时间呢 好 左前方之后 那我们右前方这边 好 我们最后三秒钟 最后两秒钟 最后一秒钟的时间咯 好 哇 我相信在一场赛的明大哥应该都有捕捉到 非常漂亮的乔乔和我们稍微三十美丽有我的照片 那接下来我们要再把麦克风交给我们的乔乔了 因为在今天大家真的有好多好多的问题 想要来跟乔乔一同来做分享 因为其实乔乔刚刚来到我们刮刮兜的情景屋前发 同时呢 我们刚刚在走秀的时候 也跟大家呈现了我们全新的新品好爱线 那其实呢我们这一次以天空为多彩的变化色彩 作为商品的发想 不知道乔乔针对我们这一次的四个颜色 有没有感觉到想要去 或者是曾经去过哪几个国家的一个想法 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其实我觉得这一次商品用天空的颜色作为变换 然后有这种旅行的心情 没错 其实是真的很贴切的 每一次出国旅行啊 或是不一定是出国 就是去旅行的时候都会特别关注 有些地方的天空就是特别的蓝 特别蓝 特别云朵好像少少的 就整片一望无际的天空 所以想到蓝色的内衣的设计啊 是 你们看过这么蓝的天空吗 其实看自己的内在美国 就好像看到了一望无际的天空 有时候无法出国旅行 看一下自己的内在美 对 因为我曾经去过希腊的 那个地方叫什么呀 好 反正就是一个岛 那个地方的天空每一天超蓝 所以我看到这个内衣蓝色的设计的时候 我真的会想起那时候 我在希腊玩的心情 透过我们稍微最新的好暗线的 你更是能够让大家看到的是 哇 希腊 回想起希腊的美丽时光 对 天空非常的漂亮 那我这边想要问一下乔乔 如果今天我们在做轻旅行 甚至是缩走就走的冒险旅行 在过程当中如果想要 来跟粉丝分享一下心情的话 要怎么分享呢 我真的是非常的疼爱我的粉丝 是 我们都知道 大家如果是我的朋友就会知道 我私人的Facebook基本上是不分享的 我只分享给粉丝 因为粉丝没有机会私底下跟我们见面 所以如果我真的发现什么有趣的 美丽的 或觉得自己今天特别漂亮 我就一定会透过我的粉丝团 跟我的喜欢我的朋友们分享 所以在今天如果我们乔乔也有 说走就走的青旅行 透过粉丝团也让大家都知道 乔乔今天的心情 今天的风景到底看到怎么样 对 大家一起欣赏 是 那当然呢 其实乔乔也跟我们所有百变的女孩一样 都希望大方的展现自己美丽的气色 迈向与众不同多姿多彩的路程 那我们乔乔最后是不是有一些话 送给我们沙威的女孩呢 所有喜欢沙威的女孩们 我觉得我们一定要好好善用我们的内衣 很多人都会问我说 到底要怎么样保养胸型呢 到底要怎么样让自己的胸型是漂亮的健康的 没错 非常重要 其实我真的不是因为我代言内衣 我讲这个话 最关键最关键就是好好穿内衣 正确的穿内衣 没错 因为其实我之前也是听了一些 我很欣赏的女艺人 他们说过就是说他们怎么样透过上厕所的时间 补妆的时间只要是一个安全的范围 其实你就是可以去拨一下你的胸部 明白就是说什么样的 因为脂肪它是会跑的 有些人的胸部不是不大 是他的脂肪跑去冲的地方 没有在正确的位置展现完美的内在女 所以你就算是拨得好 但是你的内衣没有这样子的功能 可以把你的胸型巩固住也没有用 所以买好的内衣 认真的穿内衣 爱惜自己的身体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哇 今天我们也非常开心 乔乔和我们分享了这么多自己的包含旅游心得 依旧我们的内在美的穿衣心得 那当然今天都特地来到我们的请听屋前方了 因为我们每个系列都呈现在现场 我们是不是让乔乔在每一个区块前方 再捕捉最后几秒钟的画面可以吗 好 那乔乔我们让中间这边写好不好 是 这样子也可以 没关系 好 那我们先请乔乔来到我们舞台的中央这个区块 对 那我们也先看一下正前方 好 正前方 是摄影大哥 那目前我们美丽的沙维大人乔乔 也站在我们好爱心的全新新品的前方 好 好 那我们现在也要请我们美丽的乔乔 来到我们第二个区块 当然就是我们的沙维21 我们也要让每一位的摄影大哥都能够在不一样的区块 呈现给大家不一样的画面 让大家知道在今年度2017春夏之际 我们也要让透过沙维30美丽游我 让大家都完成心中小小的旅游心情 好 那接下来要请我们美丽的大人乔乔 来到的当然是我们2017的夏恋粉水新品前方 好 那因为在今天我们现场的美丽朋友真的非常的众多 我们最后给大家大概三秒钟的时间 好 那我们最后中间三秒钟好了 好 那因为今天呢 我们现场有非常多电子媒体朋友 然后也要来进行我们的联法 我们先请小小先来到中间 那我们也请我们的工作人员 稍微